这三十年之中能想起这些底片 或者是回想到六四的时候 不超过十次 真的是我自己都很内疚 不是我一个人的忘记 我觉得我所有的周边的人 在国内的中国人都选择了一个忘记 当然改用就是六四的这种反独裁 反专制 要求民主自由然后反对修改历史 因为六四是中共的一个空点 他想把这个六四的记忆给抹掉 就像他想把三年清零的记忆给抹掉 是一模一样的 把所有的清零的灾难 全部一笔勾销的这种做法 和他抹去六四的这个做法 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们去纪念六四 我们就是记住历史 记住六四的历史 也要记住白痴运动的历史